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知识点 知识点什么部分 叫按摩设备 叫massage equipment 按摩设备 这个按摩设备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按摩用具 看看这个按摩用具在考试当中都会出现一些什么知识和提问的问题 好 第一个 自然是我们每一次做按摩都要用到的东西叫什么 叫massage tables 按摩床 我们看看这个按摩床在这个知识点当中和考试有什么关系 好 来看一看 这就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按摩床 但是这种按摩床实际上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说法 它叫什么呀 叫便携式的按摩床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便携式 因为还有不便携的 还有这种固定式的 电动式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常见的便携式按摩床 很多做alcool的同志们都会拿着便携式的按摩床去入户去做 也是日常我们家庭使用 家庭按摩当中常见的一种床 说我们在家里面愿意做一做这个按摩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一个便携式的按摩床在家里放着 用的时候我们打开 不用的时候我们把它叠起来 关于这个便携式的按摩床 它有个特点 是什么呀 折叠和运输 Pertible massage table is the easy to fold and transfer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生的词汇 平时我们用的不多 大家在这里面也可以把这个词汇 单独认一认记一记 扩充一下我们的词汇量 必然我们是专业人士 对于按摩的设备我们要了解 首先便携式的 Pertible 便携式的 这个词很好认 后面有一个TABLE 和我们的床是一样的 把这个床铺起来 Pertible就是便携式的 便携式的按摩床 容易怎么样呢 折叠Fall和Transfer Fall and transfer 折叠和运输 这些生词平时我们用的不是太多 但是偶尔在应用题当中可能会提及 不一定是关键词 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状态的表述 所以一提到这些东西 大家就知道这说的是什么 另外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运到这些东西 我们像客人去介绍按摩床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便携式的按摩床 它好运输好折叠 聊天的时候可以用得到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很常见这些词汇 看一看图 大家就知道这是便携式的按摩床 按摩床都有几个部分 大家看一下 床架床腿 这是什么呀 放胳膊的手臂架 然后头套 有的后面有一个小胳膊 有的没有 中间有一个放头的头孔 打开的时候呢 放平 平时我就把它两个腿收起来 然后叠在一起 是个扁扁的一个大袋 好 这个就是折叠式的按摩床 除了折叠式的按摩床 我们看一看还有另外一种 叫做什么呀 叫做hydraulic 这个叫液压式的按摩床 电动的 液压式的按摩床 hydraulic massage table by motors to adjust the height 什么意思 液压式的按摩床 是由马达来控制来调节高度的 这个就是液压式的按摩床 在我们这个华人使用的这个按摩设备当中呢 液压式的按摩床很少见 但是大家要知道有这个东西 有一些这个治疗性的按摩诊所 像这个physical therapy 还有这个tellprater 有时候他们会用到这些东西 或者呢有一些这个高级的 美式的这个按摩治疗的这个诊所当中 医生他们喜欢用这个东西 因为比较少事 不管你多高 底下呢会有一个踏板 这个踏板啊 直接连同一个电动马达 可以升降这个床的高度 不用我们自己去调 大家经常做工的同时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啊 我们平时男生和女生的高矮不一样 那常用的床可能要调一调 否则的话我们会很费劲很费力 那有高有矮啊 床腿是有螺丝啊 我们可以把它拆下来 根据这普通的插孔 来调节这个床的高矮 液压式的就不用了 液压式的按摩床只要一踏啊 有开关 让它升高就升高 让它降低就降低 使用当中非常方便 当然价格也比较昂贵 有兴趣的呢可以采购一下 平时呢用的人不多 但是我们要知道有 有这种电动 不是一说这个电动按摩床 不是我们外面卖的 这个墨里面用的啊 玩一躺 自动跟你按摩那种 不是啊 这电动的 纯属电动升降的按摩床 啊它是属于液压的 前面字头 HYDR Heifer就是 表示水啊 这是液压的 你看到这 哦这是什么 这液压的 液压的它有马达 除了按摩床的几个形式 液压的便携式固定的啊 固定的按摩床呢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它和这个便携式的差不多 只不过呢 底下这个更沉重一些啊 不能折叠 不能这个很容易的移动 那么来调整按摩床 set up the table head to fix the agronomy 人体工学 适应一个人体工学 调整按摩床的高度 来适应人体工程学 这个词啊 有些同学可以看一看记一记啊 叫做啊 economic 人体工程学 平时我们接触过什么呀 啊 body machine 对吧 身体力学 这个换了一个词 叫做人体工程学 这人体工程学和这个啊 body machine 我们的身体力学差不多啊 说的都是一件事 只不过换了一个词 所有用这个body machine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人体工程学来替代 所以在考试当中如果啊 出现这么个字 大家也就知道了哦 他和这个body machine 是一样啊 只不过呢 这个body machine呢 主要说的是人体啊 人体的适应度 而这个人体工程学呢 说的是东西 是物件 但是目的都是一样啊 都是为了让我们身体软组织避免受伤啊 来保证我们的身体机能 这个词也很好认 中间有两个啊 拼写特点 go on go now 啊 g o n o 一看有这样组合的 哦 想一想我们说过这件事儿 这个叫做人体工程学 啊 万一考试的时候碰到了比较生僻的这个字啊 我们也好认识他 调整这个按摩窗的高度来适应这个人体工程学 为什么啊 因为如果高度不合适 会损伤我们的身体 比如说这个按摩窗过高 或者过低都不行 按摩窗过高的话 啊 我们什么地方累啊 大家想想 哎 对 过高的话 我们肩膀手臂会比较累啊 那过低的呢 腰部 哎 一看这个是有这个实践经验的啊 试过 哎 这个过低就是腰疼啊 时间长的腰受不了啊 过高就是我们这胳膊肩膀啊 会酸痛 所以呢像有些这个题目啊 经过实践出真知啊 比这个背一百遍管用 你酸疼一次啊 这道题不用背 你就知道了 实际上我们很多同学说这个教训内容记不住啊 单词多呀 这个知识点啊 记不清 就是实践操作的少 啊 我们记这个骨骼肌肉的时候我们浑身摸一摸啊 美国肌肉都能摸得到摸索一下自己身上也好 同事或者是这个在客人身上来做验证也罢啊 只要能够找得到这颗肌肉保准你忘不了它的位置啊 既然知道它的位置了你自然会想到它的作用啊 旗指点啊 旗指点啊运动方式啊也就记住了 很多很多这样的题目 只要我们把它带入到真正的工作生活当中 记忆就非常容易和快 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按单词去背 那就很难 当然了 我们在记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也要看这个单词的特点 顺便把它记一记啊 那么什么高度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按摩床的高度呢 啊 底下这段话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啊 我们看一看 The come high range of wonder Massar table is the 23 inch to 33 inch 23到33英寸 就是正常的按摩床的高度范围 23到33英寸 那么我们怎么样测试 适合我们的高度啊 因为这个有十英寸的上下调整的距离 我们看叫stand up a thread thread是什么意思啊 伸直啊 伸直这个词呢 在我们考试当中会出现 拉直伸直 我们站立伸直 就站直了身体 然后干嘛呢 keeping your arm by your side keeping your arm 就是把你的这个手臂啊 放在你身体的两边啊 站直了 站在床边 就像例定一样啊 我们把这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 正常下垂 然后呢 closing your fists fist 啊 这fist是什么 拳头 长得特别像我们 1234的e-first 特别像这个 只不过它是f-i-s-t-s 拳头 握紧拳头 把我们这个拳头握起来 站在床边 只要这个拳风啊 手指的这个 指节关节啊 哎 能够碰到这个床面 差不多 就是我们 适应的个人的这个高度 啊 这个量法呢 没有固定的尺寸 你说把按摩床调到多高 是好的 这个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身高不一样 啊 其实中医当中呢 也有类似的这个调整方法 比如说中医的这穴位啊 量取这个穴位怎么量 他有讲的 同身寸 啊 用这个 病人自己身上的这个距离 啊 一个中指关节 这个叫一寸 啊 你不能说一个 1米9的一个大个子的这只手 和一个1米5小个子这只手啊 他用的这个尺寸是一样的 那可不行 那样的话 找不着固定的位置 所以你人高马大 你的这个尺寸就大 嗯 你小小玲珑 你尺寸就小 以你个人的这个高矮为准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不知道我们 几位同学在这个 平时怎么调整按摩床 但是呢 书里面说 我们可以这样试一试啊 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大致的方法 站直了 站在床边 把水的手垂下来 握拳啊 这个指关节 平面 能够碰到这个床面 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距离 大致上 会比较舒服 不会过高 或者过矮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 关于这个按摩床 设计大的问题啊 消毒 Selitize a massage table to prevent bacteria and viruses 干嘛呀 大家还认识这个字吗 Bacteria 细菌 VIR Virus 这个病毒现在大家都认识 这个不用说了 已经满大街小巷念了三年了啊 这个东西 没问题 肯定能够记住这个病毒 但是细菌 Bacteria 平时提到的不多 希望大家把这个词记住 在我们病理学 生理学当中啊 经常会提到这个词 包括我们的专业部分 告诉大家怎么样 消毒 杀菌 经常会运用到这个病菌 前面是BACT 后面是ERIA Bacteria 细菌 大家把这个记住啊 细菌和病毒 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合称病原体 大家还记不记得 哪三种东西 合在一起 都叫做病原体啊 对 病原体 细菌 病毒 真菌 还有一个什么呀 还有一个啊 寄生虫 啊 这个都是病原体啊 别忘了啊 这几个东西都是病原体 一个比一个大啊 谁最小 病毒最小 啊 然后细菌真菌差不多 最后是寄生虫啊 精虫个儿大 另外呢 消毒这个词啊 Sanitize 啊 这个词大家也一定要认识 不认识的 我们可以到超市啊 去看一看啊 专门卖消毒水的 实际现在买东西到处都有啊 桌面台面结账的地方 都有这个Sanitize 这个消毒水消毒液 这个词大家应该通过三年的疫情啊 帮助我们记住了很多单词 消毒按摩床 来防止这个细菌和病毒的传播啊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期来消毒按摩床 床的一个原因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看 立体啊